诶诶别发走 我今天发现了个好玩的 只要把玩腻了的泥用水洗一下 就可以得到一个质感超好的新泥 但是水的量要控制好哦 不够的话再加 千万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 容易把泥洗化了 好啦 这个泥现在已经洗好啦 手感跟果冻一样 而且还可以起这么大的泡泡 快和小姐妹一块洗起来吧 嗯 今天教你们怎么把脆脆泥变肺为宝 只要用到一种材料哦 快点赞收藏起来吧 只要往脆脆泥里倒入一半的清水 再直接上手给它洗个澡 嗯 这个脆脆泥手感滑溜溜的 捏起来特别像QQ糖 这个过程也太好玩了 洗完之后记得放置一天 它就会变成这么透的夹水啦 夏天就是需要这种冰冰凉凉的夹水 百分之百成功的脆泥改造 你学废了吗 今天教你们怎么把旧泥改造成绵绵泥 只需要用到一种材料哦 快点赞收藏起来吧 我的这块泥是新的 所以我们先玩一下 加入一些水果片装饰一下吧 没有的也可以不加哦 这块泥真的是又好看又好玩 好啦 它现在已经脏脏的了 我们加入爸爸的QQ泡泡 记得要偷偷操作哦 然后给它按摩一下 这个过程也是超解压的 完成啦 是不是很简单 手感短短的 而且还能拉成一朵花花 你全背了吗 你们知道吗 换你改造也是有段位的哦 青铜段位 加点沉心水给它按摩按摩 就改造完成了 炸泡声还是一样的响 王者段位 直接加入爸爸的T恤泡泡混合均匀 再长个喜欢的颜色 手感超好的肉肉泥就改造完成啦 王者段位的就是不一样啊 高级 快来告诉我 你们都是